喂 好 不哭不哭 不哭 乖 相思 你来了 小红豆 你家保家阿姨呢 别提了 不懂得亲手亲脚干活 小红豆都被吓哭好几回了 我只能让她别来了 回头啊 让小夕帮我出去你找一个 这样啊 没事 我立马给你找一个靠谱的 你呢 就负责专心照顾小红豆 希望能尽快找到吧 家里今天确实有点乱 没事 我办事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谢谢你啊 以后你有孩子 我一定帮你 我 会有的 对了 珍惜被抓的新闻 你听说了吗 今天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上次呢 你说红豆汤好喝 今天炖了白木耳 看你吃的习惯吗 要是喜欢 我再带来 不行了 我要带小红豆去打预防针 要不然我回来再喝吧 这样吧 你先去带小红豆打针 我呢帮你看家 顺便帮你简单收拾一下 要不还是找个保姆吧 放心吧 我会找人来收拾的 那谢谢你啊 那你先帮我抱一下 我去换个衣服 行 宝宝乖 不哭不哭 喂 家木 你现在有空吗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相思 回来了 瞧瞧 你找保姬阿姨了吗 打扫得真干净 不哭不哭 必须的呀 来 快过来把汤喝了 保姬阿姨走了吗 以后就让她长期来打扫为什么 她 她刚走 她临时 好可惜没有碰到她 还想当面谢谢她呢 来 把汤喝了吧 这不是相思住那森楼吗 我 小红豆 小红豆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不哭 师傅 您是不是落什么东西了 您好 我是隔壁的业主 不会被发现了吧 您好 好 能麻烦你小点声吗 我家有孩子 好 不好意思啊 抱歉 对了 那个 你家是不是在钉钉子呀 我也无法挂钩你需要吗 谢谢 谢谢啊 好 那你等一下 谢谢 小三 小三 难道是他 看来帮到旁边 还是有好处的吗 小红豆 我们到家了 小红豆 妈妈忘记给你买湿巾了 算了 我们先回家 等会儿妈妈在手上给你买哈 这女人怎么有点笨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需要出去买时间 笑个跑腿不就行了 好 来了 快递 你找谁啊 宋女士吗 你的快递 来 麻烦签一下字 好 谢谢 等等 我 搞错了吧 我没买东西啊 果然是呢 对 张伟 吗 你 赢了吗 我 你 好 那你要多注意身体 怎么这么忙啊 哥 你就饶了这个沙包吧 都打了半天了 你怎么来了 你可别忘了 现身房老板可是我哥们 他打电话给我的 哥 哥 你有什么事你得说出来 不然我这做弟弟的 怎么帮你承担啊 你自己那家事还没解决清楚 还来问我